我觉得我喜欢你这件事 你可能比所有人都要清楚 可能比我更清楚 就算你怕事 你胆小 你不想惹事那行 以后我保护你成吗 我保证不让他们欺负你成吗 以后我被解在他们也不敢 成吗 大奎 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个很感性的人你知道的 我知道 你不太喜欢我身边的那些姐妹 觉得她们张扬 疯狂 激动 办事粗鲁 但她们也为了我俩好呀 也想让咱俩在一起不是吗 她们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啊 她们去你店里 也是一个个掏着钱刷VIP卡 为了你的生意提成多 别说了 我决定好了 啥决定啊 我还是我当初说的那样 不想在这儿太爱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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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我咋办呀大奎 你啥意思呀 你不能走 大奎 我 我从来没给别人说过我家里的事 我刚刚上来他们就一直问我 我也没说 但是我现在我想告诉你 我想说给你听 因为我当你是我未来老公你知道吗 我从小我就跟着我爷爷奶奶住 我妈她生了我 但是她后悔了 但是我回不去呀 我能选择吗 她说她不幸福 这不是她想要的婚姻 还是找她想要的婚姻去了 但是找她想要的幸福去了 我 我从上幼儿园开始 我又被他们欺负 她爸爸吃剩了饭到了我碗里 她们绝对给我吃剩点点 凭啥呀 最后我知道为啥了 因为他们父母来开家长会 他们父母来接他们 他们父母在他们身边 但是我没有 他们说我是野孩子 就像大哥刚刚说的 他们觉得我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差点也以为我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知道吗 我虽然这个样子 但是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想要是 你说你讨厌我那些朋友 我告诉你 我没有那些朋友 我活不到现在 小葵 十四岁那年 我高烧四十多 我一个人不知道在家躺了多长时间 想喝够水我都起不来 最后是我朋友发现找不着我了 他们发现我的时候 发现我烧得厉害 躺在家里头 他们跟我差不多大 他们七手八脚的就把我送到医院 就把我打不上针排队 插队 跟他们这样打起来 你知不知道 这就是你说的那些 找乱你的我的姐妹们 我在医院待了三四天 他们就陪了我三四天 爱的远方 我要的幸福 他们也没钱呀 他们给我送水果 他们给我送粥 他们给我送饭 这些姐妹 我的朋友 就是这样 一直在我这边陪着我 你说 他们这样对我 我能离开他们 他们虽然有点霸道 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坏心眼 所以如果 如果你真的讨厌他们 觉得他影响到你的生活 我答应你 我让他不去打扰你 行吗 大葵 你不是跟我一样吗 咱俩都没想说过啥 父爱母爱的 不是吗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你陪我吃饭 逛街 看电影 你不喜欢我 你都不吃辣的 我不知道呀 但是你陪我去吃辣的 第二天嗓子冒烟 你不喜欢我 你陪我去看电影 你陪我去看恐怖片 你不喜欢我 你别搞笑了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你知道我订阅他之后 你每次出来过我 我还穿七颗糖 这是你不喜欢我吗 这所有的所有的 都证明你喜欢我 我告诉你大葵 我也要比任何人都合适 我也要比任何人在一起 都般配 所以你答应我撑吧 大葵 你说句话呀 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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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呀 行吗 你好 很高兴 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一部手机 住家创业 我是互联网在家创业的先行者 海鹏老师 带领过很多普通人 实现又收入过外